Sickle 喂喂哈勞 哈勞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24日 蘋果終於倒下 有很多人就在預測 到底能不能夠熬到過去七一 因為其實如果市民 继续卖纸的时候 似乎当局即使是冻结资金 苹果仍然能够撑下去 但是似乎 我们一直说七一 似乎就要送大礼 还有博业职表现 所以怎么都要 有一件轰轰烈烈 简单说 就是这个勿章 终于很大阵仗 但是其实 我们又讲一下梓梅 梓梅其实你不搞他 都快要倒闭了 因为目前 你看到很多份免费报纸各样 懂英雄就更英雄 所以在梓梅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都知道 蓝丝永青 他是非常之禁通恨 这个肥佬黎 原因很简单 他自己对自己 那种以长手法各样 都叫做 有点点自豪感 就是觉得自己管理得好好那些 那我不知了 到底是他管理得好 还是中原地产 四个字就改对名 又或者是拍对画头 无论哪样东西都好 这个蓝丝永青 的AM730 作为一份免费报章 那这么说 一份就头条 一份就AM730 还有一份都市日报 可以说是不入流 但是 头条和AM730呢 就各餐半边天 免费报章来说 那其实啊 这个苹果日报 最近可以说 是以一夫当关 当然啦 就不是万夫莫开 因为他真是 走万夫来开你的 包括什么啊 你看到 这个很想选特首的 梁振英 虽然他没有说什么 但官乎其动作 我觉得呢 他好像很想选而已 就以小股东的身份 出律师信给这个 一苹果啊 那你终于知道 那当日为什么他 就去买那些税股杂股啦 又或者其实想投机炒卖的 但是最重要一样东西啊 就是今时今日 他不跳出来博表现怎么办呢 所以啊 他又负责保刀的而已 另外 那当然就是这个蓝丝永青啦 就是又走出来抽水 那其实 他们知不知道这样做啊 在别人的伤口上面耍盐呢 是非常之黑人憎的事 就算是啊 那间奉者牛肉饭要倒閉 我们都不会这样做啦 我最多迷啊 送场发事给他 绝对不会 在那里说什么的 所以知道这些是市场的问题 你一间紫媒啊 那你想一下 真是做烂市的咯 现在个个啊 都可以上网看报纸啦 那又 为何要光顾那些紫媒呢 你看他又送Q帘 又送这样那样 很多都已经慢慢啦 走向这个叫做网上发展 那至于啊 这个梁振英和施永青走出来 各自抽水 其实呢 一样东西啦 因为他们知道 不抽不得 就不是不抽不 是不抽不得 不过有一点啊 啊 都非常之 就是这个施永青的招牌笑容 大家见到呢 哇 他真是 很难得一个人呢 对眼和嘴角呢 可以一起向上的哦 晚上我不想见到他啊 个人感觉问题 好了 不要说他们啦 其实我没什么看他的内容 苹果日报啊 啊 这间紫媒呢 其实你不搞他 啊 他都就倒闭禁制的啦 只不过啊 你用这个手法令他倒下呢 我知道很多人 啊 可能就觉得苹果的报道手法 啊 就是不合去何车啦 但是 无论怎么说都好啊 肥佬黎 他绝对是 就是找了数的一个人哦 很多人 啊 就说一句说话啦 苹果你不搞他啊 啊 他都应该市的啦 那但是 不应该这样市 也就是说 你由个市场 令到他接埋啊 这个不是没有做过的 谁做过这样东西 就是这个梁振英咯 啊 当日在那里怎么啊 眉上双眼就数波波 但是似乎啊 当局就不满意这个速度 那所以就加速 也就是说其实呢 梁振英为什么跳出来 啊 要做一堂这样的大龙凤啊 因为当局已经厌借了 这个老饼啊 所做的一切 验他怎么样啊 慢 没用 在那里做那些什么 803基金各样那些东西 完全都是整色整水 甚至乎有握钱的嫌疑 你方当局不是这样想吗 而在那里不断这样啊 闭上双眼就数波波 啊 不断数苹果的广告 但是 天然日久 啊 仍然是没什么结果哦 啊 所以啊 今时今日 当局啊 这么快速这样 啊 去处理苹果的个案呢 那梁振英是自然阵律的 也所以即时跳出来 啊 就要动用这个法律的武器 所以无论怎么说都好 至少啊 啊 你会知道 这个梁振英的而且确是一个什么人啊 是一个熟知什么叫做生意的人 哪方面有游泳咯 简单说就是会走位啊 至于林郑月娥呢 基本上啊 就不是很关事 但是他就在隔壁招工那样啊 然后啊 那些新闻会 啊 跟着就走开的啦 苹果的员工各样啊 啊 在那里发问 你又说 只是影响一小撮人的 苹果那里的员工几百人那样啊 喏 你又猜一下啦 你说林郑月娥心里面那句是什么 虽然他没有说过话啊 啊 另一面就走开了啦 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心里面那句呢 应该就是啊 你们就是那一小撮人咯 但是 这一小撮人呢 会越来越多的咯 我都说过了 啊 是同那条贫穷线的设立是一样的嘛 首先 是最贫穷的5%人 那你帮了那5%人了 那就没有了那5%人的啦 那然后 又有另一批的5%人的咯 那就一直这样的 就会有5%人的存在 如果5%人呢 又会一直 啊 就是那一小撮人 哇 搞下搞下 所以昨天啊 我都说过了 当局啊 在那批这个 金融高层嘛 如果你接种完之后呢 内港 就可以获得豁免 碰益各样的那些啦 那然后呢 那之后啊 只是批了两单个案 于是 有议员就认为呢 这个批核率是十分之低 我都说过了 这个是批核数目十分之低 就不是批核率 因为你要视乎有多少人申请啊 我觉得申请的人都很少 所以一小撮人的定义呢 如果你是用率去计算的话 说随时乘回 不得了的吧 这个数字 就是两者是共通的 以前走过街边各样的 你听些阿伯在那里吹嘴呢 你会知道 经常他们在那里 说什么 乱港四人帮那些东西 那今时今日啊 我估计 他们搞完这个星期啦 都没得搞了 就是经常在那里 说什么 乱港四人帮啊 苹果日报各样啦 经常就将香港的问题 就归咎于 肥佬黎等人啊 好了 现在啊 那你 就是人工 收他当啦 那收了当之后啊 那又会变成什么呢 是不是就会更加美好呢 我又不知道啊 就是经常叫人 拭目以待的那个 何柱角呢 他连报纸都不做啦 连星岛日报都卖盘啦 我又不知道他怎么想啦 我就是觉得呢 他都叫做是十分之 精 精的另一个名字呢 可能叫做 鼓滑 就是色走位 那鼓滑用在好的方便呢 就叫做色汁生 鼓滑用在不好的方便 就叫做阴邪 那我就不知道 他是属于好那类啊 还是不好那类啦 因为啊 无论是他自己说自己啊 又或者我去说他啊 都是不公道的 让人家自己说算啦 是吧 我给了一个好的面 向你评分 啊 就是几个星 你就自己打星啦 可能很多人给十个星星他呢 疾风 就知劲草 中楼 底柱 就是苹果作为啊 一份紫梅 风中残竹 都已经是 撑了很久的了 而由他的倒下可以说是令香港开展新的一页啦 我知道很多人很不舍得 尤其是呀 我想说可能本地很多的网友就很不舍得 但是其实更加不舍得的是哪些人呢 就是说得都眼濕濕啊 更加不舍得他的 是在海外的人啊 就是为什么啊 因为他们海外呢 你已经是 我希望不要令到很多人空息啊 真的 但是其实呢 很多人在海外的时候啊 他们依靠的资讯来源 很多时呢 他们真的啊 就是看一下苹果 每天早上啊 看在香港发生什么事 那叫做啊 都还有把 铁公鸡 啊 就在那里 鸡堤呀 那今时今日 你打开新闻板 啊 还有些什么新问题呢 所以很多人 就是本地的网友 但是其实呢 你本地你都还可以 知道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 因为那些事情正正发生在你周围 你都叫做有个熟知 但是呢 海外的网友 有时啊 他可能家人仍然身在香港的嘛 各样 那他们要了解香港的事情 为什么会看苹果日报 啊 因为人家啊 至少 就是有些不好的东西都会报一下嘛 那他们至少可以知道一下 啊 万一有些什么事情的时候 可以怎么办 这个啊 绝对不会是最后一单 正如我当日话头 记者 社福界 文化界 很多人 啊 就要早作准备啦 就是这样样 好 今天说到这里 都 都 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